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虚声创营有限公司的建福来到人物专访 欢迎建福你好 那想请建福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创业的起心动念是来自于哪边呢 创业起心动念是来源于自己算是过往的学习经验 所以从国中高中大学其实我都写过我想要创业这件事情 那在这样过程当中慢慢的去找到自己想要创业的方向 是好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品牌名称由来是来自于哪边呢 我们的品牌名称叫虚声创营 那最早是来自于说因为我到了泰中看到了很多废墟的空间 然后透过这些废墟的空间里面它实际上有非常多的文化传承跟故事 那我们希望这些故事其实可以让生活在地方上的人更多人去知道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就算是从这个里面想要去为它做发生 所以我们才就这个虚声这个概念出现 那后续扩散到就是对就是让社会大家觉得就是比较负面的那些团体组织跟文化 我们都希望去翻转他们的声音 是好那想请建福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在这个过程挫折当中就是其实算是因为我自己算是从大学就开始创业 所以在这个里面就遇到了蛮多的问题是在于说因为自己没有经验 所以不太知道怎么做 然后大学一毕业就开始投入到公司的成立 然后对于体系啊什么商业模式那些都是不了解的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交了很多学费 所以就不断的在付钱付钱付钱 然后就到最后钱都伤完 然后所有人都离开 对才又重新开始 那时候也有抉择说到底是该结束掉这间公司还是要就是继续撑下去 对那当然最后就是选择继续撑下去 嗯是好那想请建伯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 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印象深刻算是说你也像刚刚讲到就是说 呃最后选择撑下去嘛那撑下去其实在这个里面就自己要做出很多的抉择 因为像我自己其实不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 对所以呢在这里面就变成是当初其实最早设定是其他人去讲话 我只要在后面做好我要做的事情就好 嗯对那后续就觉得不行 那我大概觉得不行嘛那我人都走了 那我就自己出去找了一个书店跟他说我们那时候是出杂志 所以跟他说能不能去办情书分享会我们自己去推销自己的书 那他也同意 所以在这样过程当中就直接把那个活动就下个月就办起来了 然后办起来之后就刚好也有遇到在地的一些人 所以他们就在呃内场活动当中就愿意就是他也是一个企业的老板 所以他就愿意说就是说直接买下我们以前门的书 然后请我把他送到地方的国小国中高中去 那这也就符合到我们本来在做那门书的期待 我们希望让更多在地的人去认识在地的故事 嗯是好那想请建福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你的企业核心的价值理念 是想要传递给顾客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们想要告诉大家是就是说其实随着时代的演变 我们其实在这个里面有些东西是不能放手的 对这是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的点就是虽然说的确有些东西是该淘汰 但是我们如果有些文化他是一路这样子传承过来的 他可能可以透过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对那其实很多文化是因为我们习惯才慢慢形成的 但是也因为太过于习惯所以你反而会觉得那个东西没有什么不够特别 但说真的以外人或是其他人来看他其实是相当特殊的东西 希望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 嗯好那想请建福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你们的所服务的项目有哪一些 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服务项目来说的话本身我们是一个整合经销公司 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包含影像跟设计制作都会是我们去做的一个 比较长的业务的范围 然后再来就会是一个就是算是 出版类型的设计类型的跟 各种的只要跟视觉传达相关的都会是我们公司在做的事情 那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实体空间他是一个独立书店 所以呢这个书店里面他其实承载的是社区间的一个整合服务体验空间 所以我们希望那个空间里面是老中亲友的各个族群 应该都可以在我们空间取得到他们所相应的服务 是好那想请建福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对于公司的短中长期规划是什么呢 嗯我们最短期的规划当然就是实体空间会让社区间应有的服务都应该在我们空间当中 取得然后去实际的应用 那中期的规划的话会是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跟地方的文化整理起来 我们希望能够让他能够更实质上的透过更多的方式扩散到全台湾各地或者是更多的地方 那在长期我们希望去建构出一个文化资料库 就是他是实质上在网路上能够把我们所取得到的资讯去做一个传播 让更多人知道之外他同时也可以建制成为就是地方文化一个收集的一个平台 然后能够让更多人去搜寻到更多有关于在地的故事 是好那想请建福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有一个年轻人他想投入这个领域或者是说他想要创业的话 那你有什么建议想给他们呢 会建议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其实可以先进到一般的或是其他通信职的公司里面去工作个两三年 去累积在这个工作当中所需要的经验的脉跟资金的部分 那相对于他来说在人文内里面相对比较容易去做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是好所以就是建福给年轻人的建议是说如果想要投入这个人文产业的话 可以就是实习两到三年 那因为其实当创业其实可能会没有资金没有人脉 那你可以透过实习的部分那你可以顺便就是累积自己这部分的专业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虚声创营有限公司的建福来到人文专访 我们谢谢建福谢谢 谢谢